晚間許點多 民眾開車行使在高雄市區 但是車輛的右邊有一輛黑色轎車不斷靠近 經過多個路口 最後等紅燈的時候 黑色轎車刷的一下就往前協停 後座乘客首先探出頭來 嘴巴看來還念念有詞 而前方的駕駛也探頭 他們一前一後轉往後車方向情緒很激動 甚至後方的乘客二度伸長了脖子 人 幾乎就要盤出車窗 雙臂轎上的駕駛和乘客趁著等紅燈開窗嗆下 他們拉長脖子的姿態引起注意 檢視影片過程 兩台轎車在行駛中疑似有行車糾紛 導致對方追趕 還暗喇叭失意 警方表示並沒有接獲相關的報案電話 但是檢視影片裡面雙B車行駛慢車道 趁著紅燈的時候跨越停止線 兩者分別最重罰一千八百元 到底為了什麼得大街上追逐B車 警方還得進一步了解 但是還好沒有波及無辜 造成傷亡 燦雯新聞選人紅俊榮 高雄報導